我们现在搞了一个五爪巾 上次在这里关了一只大楼 那是怎么把它赶过去了呢 那是真的 你讲那个什么杨立伟的也才喜欢 这个应该是比较真的 我们前年还繁殖了一只华南虎 包括到今年也繁殖了一只 还有一队也是交配了 但是还不确定有没有怀上 我们这只幼虎呢 它是3月24号04点多钟出生的 对了 现在就完全吃鸡块了 就是带骨头的鸡了 这只小老虎目前还住在运营房 每天早上带出来给它 给它遛一下 遛遛它 整一下体质啊 晒晒太阳啊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主要跟我们玩 它是小孩子一样嘛 就是好玩嘛 它一般咬一些木板啊 有时候我们会弄点球类啊 就小皮球啊 这些啊 或者是木棍啊 这些进去给它玩 它在野外 在野外玩 把它放出来玩的时候 它主要是玩一些草 咬一些草 关小老虎的地方 就是一个 在小老虎一个过渡的地方 从它关到成年 能有交配这个能力了 再把它从幼儿园移到这个防御区 昨天我是给它试了一下 就是把它抱到幼儿园 让它适应一下那个幼儿园的环境 因为幼儿园我们 我们有个水池 在玩那个水 这个我完全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一直我都以为它是很怕水 一般都是九十天一百天咯这样子 可以把它单独拿出去 以游客啊这样 以市民这样见面一个